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材料前麻烦各位订阅和按小铃铛 杏仁白米洗净后用清水浸 浸至少4个小时过夜就更好 不幸不可以加那么多因为有味道 加一点就可以增添杏仁的香气 白米可以令杏仁露的质感绵一点稠一点 将杏仁白米加上开水放入搅拌器半成浆 杏仁含抗氧化物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预防细胞老化潤敷着颜 延缓坏老更可预防糖尿病和心脏疾病 接着加入1000毫升开水 大概是4个饭碗的份量 请问一下大家吃什么昆虫会变瘦 答案是矮因为吃矮瘦 搅拌器半成浆大概需要3分钟 将杏仁章放入蟑螂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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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手折出杏仁章 用杏仁章放入蟑螂袋 行人肉也太滋潤 这样又可以滋潤双手 做完之后对手就真的像滑了些 把杏仁汁放入锅中 以中小火煮大约5分钟至煤煮 煮的过程一定要用匙羹慢慢搅拌 加入冰糖煮到完全溶化 不要忘记一定要继续搅拌 不然会很容易煮焦 加入蛋白转小火煮半分钟搅拌均匀 蛋白含丰富蛋白质 可以滋润美白肌肤增强免疫力 看下蛋白多滑 在秋冬微凉的时间 煮碗热辣辣的滋润甜品真是暖粒粒 做法都不算困难 各位有时间都试一下 今次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见 记得订阅和按钟仔